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挂科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那最近又到了大量的水果上市的一个季节 那有四种水果里面经常都有虫 很多人吃的都还不知道 那来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吃的 那第一种水果呢,很重要很常见 就是马蹄 口感清脆爽口 既是水果,也是蔬菜,深受大家的喜爱 那果肉里面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磷等等 这些含量都比较丰富 但是马蹄是一种水生植物 生长在这种浅水田或者池塘或者沼泽地 那么表面就非常容易感染这种寄生虫 如果是生吃,很容易得这种姜片虫病 感染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这种腐痛、腐泻、恶心、呕吐等等情况 所以一定要洗干净、削皮 最好就是煮熟来吃 那除了马蹄、其他的一些水生植物 比如说脚白等等 这些其实都有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吃这一类的食物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的煮熟 那第二种水果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么就是桑胜 那桑胜很像这种缩小型的葡萄 这么一种水果 但是不同的是桑胜的果肉之间 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缝隙的 那么桑胜这么一个特点 就很容易让这些寄生虫的虫乱 藏在里面慢慢的繁殖 所以桑胜一定要用盐水浸泡一段时间 然后彻底的清洗干净 然后再吃 那第三种水果很多人都会容易忽略 那就是樱桃 成熟的樱桃 它的颜色鲜红 深受大家的喜爱 那如今城市的附近周边 也有很多这种樱桃采摘园 很多人在繁忙的生活当中 然后去田人采摘这种樱桃 感染这种田园生活的气息 其实樱桃不仅仅让人们喜爱 也生得虫子的喜爱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樱桃里面 会看到一些白色的虫子 那这些白色的虫子 其实就是果蝇的虫乱 那樱桃呢 因为它果香比较浓 那不同于樱桃 这个羊梅它外表 并不是那种坚硬的这种水果 而是软软的 很容易破损的 而且在羊梅成熟的时候 果蝇也会把这种真煎样的这种虫卵 产在果肉里面 那么我们有些时候很难直接看得到 所以羊梅呢 也要注意啊 要用这种盐水浸泡一段时间 然后清醒之后再吃 这样好一点 那么刚刚讲的这四种水果啊 特别是后面三种 这种羊梅啊 樱桃啊 桑胜啊 大家一定要做好清洗工作 一定要用盐水浸泡一下 那这样子会更好一点 那么第一个提到的这个马蹄呢 单单清洗干净 还不够 一定要煮熟才安全 否则那非常容易 就是得这种寄生虫病 那么相信大家知道这四种水果啊 但是还不够 那么下面跟大家讲的三种不能生吃的食物 大家一定要认诚听 听完呢 就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然后一起去注意 那么第一种啊 就是淡水鱼虾线 那很多人啊 喜欢用酒来腌虾腌蟹 那么做成这种醉虾醉蟹 但是呢 虾蟹啊 小龙虾啊 等等 这里面啊 非常容易携带 肺西虫 那么用我们这些酱料 用酒精等等 这些方法是很难将其全部杀死的 如果不小心进食 那么肺西虫除了寄生在我们的肺部 还会四处游走啊 进入脑袋啊 引起这种头痛啊 颠颈啊 视力减退啊 进入我们脊髓 还会引起排尿困难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煮熟煮透了才吃 大火爆炒 如果时间不够 也不行啊 也不够 那么很经常都会遗留一些活体的虫嘛 我们可以先用油炸 然后呢 再清炒15分钟以后以上 那么高温水煮的时候也要保证10分钟以上 这样子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这种高温杀虫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如果只是用料酒啊 用一些酱油酱料醋等等这些材料来去浸泡的这种醉虾 根本就不能完全杀死寄生虫 仍然有近半数的这种啊 虫暖会存活 那么第三次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研究啊 就显示部分地区生食或者说半生食淡水鱼虾的一个习俗 导致这些地区啊感染率高达23.36% 那这一个就非常高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肉类 那很多人啊 追求一种比较嫩的这种肉感 爱吃这些带血丝的牛肉 或者说刷火锅的时候 稍微一烫就入口了 那么有些时候啊 我们以为肉已经煮熟了 但实际上是没有了 那很多实验都表明 这样做出来的肉依然藏有寄生虫 那实验人员呢 就用这种清水分别去煮这些猪肉块啊 羊肉块啊 饺子啊 那么结果当水已经沸腾的时候啊 猪肉中心的温度只有40度 而这种个头最小的这种饺子的中心温度 也远低于表面的温度 所以说呢 表面看起来啊 已经熟了 但实际上里面还是生的 或者说半生不熟 那么这种就不足以去杀死这些掏虫啊 那么肉里面呢 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这种掏虫的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猪带掏虫啊 牛带掏虫啊 如果是这些感染 引发 那么很多时候啊 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寄生虫疾病 那么会出现各种类型的 相关的脏腑的一个病变 所以我们在烹饪肉类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全手 这样子比较安全 那么第三种食物就是唐心蛋 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唐心蛋 流星额包蛋 认为它又营养又美味 殊不知呢 反而很多时候会吃入病来 因为鸡蛋可看起来密不透风 但是有很多小孔 时间长了 受潮雨淋 或者有些人啊 鸡蛋有点脏 拿去水洗 那这样子呢 细菌就很容易 长驱植入啊 特别是用沙门氏菌 如果是没有煮熟 那么人食用以后啊 就会引起食物中毒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生鸡蛋跟熟鸡蛋相比 其实生鸡蛋的营养价值会更低 它的蛋白质结构非常的紧密 不容易被这种肠胃中的 这种蛋白酶水碱 加上这种生鸡蛋氢里面的 这种酶能够抑制 这种这种蛋白酶 让这个蛋白啊 更难被人体吸收 所以呢 其实呢 熟鸡蛋的营养价值 是比生鸡蛋 要高的 更健康 好的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黑商 健康不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的